头条开讲我们要充百万订阅哦 所以请大家一定要赶快订阅起来 因为我也在怀疑印尼这次突然要禁止煤炭出口 可能也是它的一个能源的一种输出国的一个策略 要不然真的缺煤的话也不为人家说说情就放了 那来游说一下如果真正是国内缺煤的话 那它也不应该放 再怎么呼吁它也不能放 因为它自己的自己需要需要发电啊 如果自己没有电的话自己国内不管是民生啊 或者工业的话都会受到严重的影响嘛 所以好像在游说之下也就放了 那这个我想也是跟现在掌握这些天然资源的国家 可能对于它自己的资源啊 现在在国际市场上啊 它觉得越来越抢手情况下 它也是有一些 有一些操控的能力 然后我是觉得像像 因为中国大陆本身的煤矿自己供应 是可以达到自给自主的 中国大陆是煤的储藏量非常非常的丰富 那倒是日本韩国 我是觉得这些需要大量这种这种原材料的这些国家 他们自己本身是非常欠缺的 这种情况之下 到底是不是真是接受道德感召 我是比较怀疑 那应该是对于说 就是说将来的这个双方在供给 跟这个买卖之间啊 一个是供给方 一个是需求方 之间我想可能有些条件 应该是跟印尼政府达成某种协议 可能借此谈个更好的价钱 我想一定是中间有这种协议 所以印尼政府很快就开放 那所以现在就是说掌握资源的国家 这个我觉得感觉上是这个溢价的权利 或者说好像变成从一个 过去是买方市场慢慢变成卖方市场 那可能就是说有这个关系 所以印尼的我想他们的整个的这个反应也是很快 因为印尼它过去长期以来 它也是石油的大产国 产量大的这个出产国 它过去印尼在没有退出OPEC以前 也是国际油价的这个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操纵方之一 跟大的这些产油国之间合作很密切 所以它里面有关在这个洽谈这些大宗商品 这种原料原物料的这种谈判 我想他们应该是很有经验 也有很多的人才的 是啊那亮哥你看不仅使用煤 它还有孽啊 这个印尼现在好像是让我们感觉它很聪明了是不是 考虑对涅产品课征出口税 沿你要采取累进的税率 要弹出更好的价钱吗 推动涅矿生产商在印尼 先精炼再输海外 印尼总统甚至预估最高可以产生 350亿美元的附加价值 那你看现在这个涅的确大家是需要包括电动车电池需要它涅价创10年的新高 那这个价格会不会因此又再进的水涨船高呢 已经涨 又在涨 那亮哥那不得了 那你看哦 现在是不是 左哥会本来就是生意人 他总统本来就是生意人 第一个生意人当总统 所以我们这个生意头脑 是啊 所以呢这个中国大陆现在跟印尼 你看哦 共建一带一路重点工程跟印尼国家战略项目 江苏有一家德龙涅业公司 就独自投建印尼的涅业 拟建设年产180万吨的涅铁生产线 就连台商华新立华12月营收 也有创下9年同期新高 他们有投印尼的涅申铁厂 所以是不是因此这个对于印尼来讲 是现在接下来非常重要的一个项目呢 印尼本来就有非常多的资源 那只是过去苏哈托贪污嘛 那军方不会经营经济嘛 那现在好不容易 这个左柯威他上台了嘛 而且他是结合华裔 知道以前亚加达的市长也是华裔 就是华裔第一次比较被大量的任用了 那华人本来就也很会做生意嘛 大家都知道 所以你怎么不会想到这个 都看到中国在开始形成稀土集团 那怎么没有想到自己的那个矿 一定会啦 事实上他不止那个矿 还包括锡矿 橡胶一大堆啦 那有非常多的天然资源 那只是过去没有好好的去开发啦 事实上在这之前 很多都是日本投资的啦 那后来当然中国就开始介入 那因为有很多需要相当大的资金的投入 所以到最后恐怕就是以日本跟中国为主 可是事实上东南亚的国家都是如此啦 坦白说啦 就是当那个政府逐渐走向这个经济主导的时候 那他们的经济脑袋都会迅速聪明起来啦 因为印尼他的经济顾问就是来自新加坡嘛 他会笨到哪里 不可能啦 不可能啦 因为印尼就在新加坡旁边啊 事实上我了解 我对印尼还有一点了解啊 印尼事实上 有钱人大部分都是华裔 那他们的钱都放在新加坡 所以你说新加坡怎么可能 不会介入他的整个经济的一些开发的计划 我认为是必然介入的 对啊那尤其是华人 那你说中国人 你看中国就一带一路的重点工程 就有一个就是孽的这个 是啊是啊 其实中国大陆想得到的华人大概都听得懂啊 那如此一来掌握了这个资源的优势 对中国来大陆来讲也是个利多啊 不当然是嘛 这个其实过去是欧美人在布局嘛 那现在就轮到中国跟日本在布局嘛 这里是亚洲耶 不要搞错了 亚洲当然就主要 以前是日本布局嘛 那现在很明显是中国在布局了 是啊布局什么 布局电动车电池 不止不止 中国的布局是更全面的 因为它不只是 我们讲的原物料的布局 你讲的镊那种是原物料啊 镊就跟这个有关啦 电动车那个是指产品上 或货品上的布局 那中国也有互联网的布局啊 那它也有一带一路的 国家主导的一些布局啊 比如说基础建设啊 所以它的 它是更全面的啦 更全面的啦 是是是好 那你看啊 现在呢对于东盟国家来讲 大家都说 那如果照亮哥刚刚说法 这个有生意头脑的这个leader 元首很重要啦 相对刚才我们讲到 那澳洲呢 是不是有点失算了呢 澳洲应该要学学聪明一点啦 可是其他的东盟国家呢 我们要看看啊 这个请借大使评论一下 因为本来要开这个会议啊 东盟外长会议本来预计在下周嘛 结果现在柬埔寨忽然宣布延期 为什么呢 也没讲得很清楚 只说部分的会员国外长表示不客出席参加 那有人就在想 会不会是跟这件事情有关 是在1月7号的时候呢 柬埔寨总理洪森 他会见了缅甸军政府 那他去会见缅甸军政府 而其他的东盟国家看得不开心 所以因此呢 就干脆不出席 这个下周要参加的这个会议了吗 但是洪森这么做 到底谁的意思 是他自己的意思 还是可能是有中方的意思呢 那对于外界的质疑呢 大陆的发言人 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就强调 中方支持东协 以东协的方式妥善处理缅甸问题了 对于这件事情也做出了说明 对 因为洪森在今年1月1号开始 担任东协的轮值主席国 所以恒申等于就是说 现在对外就代表东协 在这一年 所以他在主导东协的 整个的这个活动 他第一个出访的就是跑到缅甸 那受到缅甸军政府 极高的规格的接待 那我想他去缅甸 一定是要这个改善东协跟缅甸的关系 因为过去就是说缅甸军政府政变以后 东协事实上的话 一直对这个军政府在谈判的过程中 没有太多的这个配合 对东协对缅甸有一些抵制的态度 所以过去像他们的元首峰会的时候 东协是不让敏昂来 也就是现在军政府的首脑去参加的 那所以就是说这个关系弄得蛮僵的 可是对从中国大陆角度来讲的话 中国大陆对于这个缅甸的事情 一直坚持一个原则 他说应该由东协作为主要跟缅甸 来这个协调 然后来这个调停 这个缅甸的这个内部的问题 以东协为最主要的外部的力量 那么而且要用东协的方式来解决 域外的国家不要去插手 其实从某种程度来看的话 事实上缅甸的情势没有恶化 也跟西方国家没有办法插手进去 因为中国大陆一直主张 包括印度也很有意见 就是说不希望西方国家插手 因为一插手的话 就等于说把这个原来 已经很多的乱举 再继续把它搞乱 这也符合美国 符合这些欧洲这些 过去在这边殖民 或在这边实行过侵略 侵略作为的国家的一贯作为 而且符合他们的利益 所以中国大陆是希望缅甸 不要把整个中南暴搞乱 所以他就把东协推出来 那你知道东协里面 这个十国里面 跟中国大陆关系最密切就是柬埔寨 所以刚刚推断说 柬埔寨是不是执行中国大陆 给他的一个任务 就是说这个柬埔寨执行 去协调柬埔寨的缅甸的关系 那扮演一个积极的角色 来这个调和顶耐 化解僵局 那所以我觉得他去缅甸是有任务的 那可是就是说他可能去了缅甸 回过头来他跟东协其他九个会员国之间的协调不够 所以到了18号 那么各国的外长有几个国家 还是照样在杯葛缅甸 也就是说这个红申到缅甸可能成功 可是他回过头来他没有办法领导东协 所有的国家一致 那么张开双倍来拥抱现在这个缅甸军政府的一个代表 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勇敢的作为 就一担任主席国就去试图解决缅甸跟东协之间这个僵局 我觉得他是一个展现他的企图心 不过18号的外长会议没有开成 我想也就表示说他可能还是没有办法得到足够东协内部国家的支持 当然这个只是延期并不是取消 那我想就是说有国家不能来的话 我想那柬埔寨他作为东协论治主席国的话 他要再下点功夫 那么我想他的目的也就是让东协的国家愿意跟 现在的敏昂来政府 就缅甸这个军政府的代表 产生正常的接触 我想这是他可能想要达到的目标 那么怎么解决缅甸内部的问题呢 先能够坐下来谈再说嘛 是嘛 这里我补充一下 亮哥 因为缅甸军政府最近用直升机去攻击那个 就是他那个叫赫伦少数民族部落 那现在处于战争状态内战 那因为柬埔寨这个鸿燊认为 他们曾经有成功的停火经验 所以他当然这背后当然也有中国的支持 就是他就说我来 我来让你们告诉一下我们以前的经验 那希望他可以停火 那缅甸政府事实上也欢迎 他去跟他们讲过去 他们停火协议是怎么签的这样 那当然缅甸军政府目前 东协本来就是有一些国家承认 有一些国家不承认 确实如此 所以还没那么简单 那东协的那个外长会议 捷补正是主席 那当然就变成是说 你去没有通过我们的讨论 那这个当然会有争议 当然是这样 请教官下召集令 支持中间的好朋友们 欲请呼吁大家加入订阅充数的行列 距离百万订阅呢 只剩下不到十万的差置了 所以朋友们让我们一起按赞 分享订阅 让全球的华人都看得到